Hello大家好,我是阿Ben 欢迎收看本频道,很开心见到各位 身为游戏人,要知游戏事 即将在明年推出的明末《冤须之语》 是一款中国制作的类魂RPG 玩家将扮演一位名为无常的失忆女主角 在明末时期踏上冒险的旅程 沿途打败各种敌人,找出真相 不过最近,中国的女权团体在游戏亮相后 却跳出来批评 理由向女主角的肉肩设计以及绷带残胸部 女boss穿太少和高开插踢腿 角色穿太少 这些明显服务男性玩家的仰眼设计都太误化女性 文章最后还说 无论这游戏能做出来啥样 反正我都不会买了,撤了是密打 最后还编辑了一句超级呛的话 狂骂那些转发的网友 我觉得这个中国女权团体想要看到的美好世界 应该是每个女性都要像中东国家那样包紧紧 最好只露出眼睛 这样就能保护女性 女性就再也不会被误化了 反正只要看到女权团体出来秀她们的正确大脑 我就很开心 因为这代表我又有题材可以做影片了 而且看女权骂这么大声 就代表这是一款好游戏 那么在看这部影片的各位 会有人想要买吗?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的看法